LG3的软核心与FPGA应用 单元8,LG3的软核心与FPGA应用 第六节,D0,D0,Nano,FPGA开发版 外界照片装置 之前几节,我们看到四个应用 都是用内容开发版上面已经有的装置 像直播开关,LED灯,气氛显示器 那节节又谈的是 用外界一些照片装置 如何去做 如果我们又做一些机器人的应用 我们就需要装一些判码铁、光感等等的照片装置 本节的内容就是介绍LG3跟D0,D0,Nano的照片 这两块板子都可以 类比选数位IC版PECF8591 D0,Nano通用输出入GPU 还有类比数位转换器A-to-D Converter,Analog-to-Digital的转换器 这里看到D0,D0,Nano上面各种Io的设备 包括直播开关、按钮、LED等等 这个是板机上面原本有的设备 这是红色框框里面所显示的 有几个 透过GPU连接外部的设备 所以它不只用自己本身的设备 也可以透过GPU连接外部的设备 像师傅马达,蓝牙模组I平方C 沟通界面的模组 像马达,光耿车器,蓝牙模组 D0跟照片硬体结合 可以外加光耿车器,似乎马达 还有A-to-D的板子 还有马达驱动器,马达驱动电路 D0Nano本身有提供A-to-D的转换器 所以它就可以省了一片A-to-D的板子 类比转数位IC版,PCF8591的规格 这个板子是可以透过短路帽选择使用 PC夜敏电阻,上面本身就有AIN0 P5光明电阻,AN1,P6这是0-5V可以调的电压,AN2 这是它提供了AD或DA的转换器 一个DA的输出,D2A,Digital to Analog 或是四个Analog to Digital类比转数位的输入 ADC,8维元的解释度 8维元 要操作电压2.5V到6V 爱评方式卸定来读取资料 位置就是爱评方式的位置差48 包含热门光明电阻 D0Nano通用输出役 它有很多提供GPIO 来读取外部的装置 通用输出役 接着位置还有马达的驱动电路 可以接上GPIO的角位 类比数位转换器 它以ADC角位连接光耿测器 因为光耿测器就是一个 类比的讯号 它要转为数位 透过爱评方式才可以给处理器读取 以上这一节就介绍了这个 D0板子跟D0Nano板子 开发板 F1板子 上面一些装置 那下一节就可以利用这些设备 这些装置 外加一些周边来做成像机器人等等的应用 好